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地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思敏 兩岸大事國際政經軍事脈動 深度剖析打開視野 節目開始歡迎嘉賓參與討論 首先歡迎前立委蔡建源委員 思敏好大家好 前陳公奇艦長黄振輝艦長 主持人各位觀眾大家好 時事評論員黎建南建南哥 大家好 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 我們繼昨天之後繼續的來討論 在9月25號這一天 中共火箭軍向太平洋發射的 這一款洲際飛彈 外媒一度是在猜測 昨天我們也在討論說 是最新型的東風41嗎 但是現在在稍後解放軍 這個解放軍報的部分 發布了發射照片之後 來看到騰訊網做了一個新的研判 說這應該是東風31的改良款 這一款就是東風31AG 好它是公路機動型的洲際飛彈 採用的是越野能力比較強 機動性同時也比較高的 這一種8軸的TEL發射車 那麼有三級的火箭助推器 可以攜帶6到9枚的核彈頭 射程則是可以達到12000公里 至於外界之前猜測的東風41之前 只有在2019年11月22日傳出過試射 而是由太原衛星發射中心射出的 飛向內蒙古的戈壁沙漠 我們來看到中國大陸這一次選擇的 是試射東風31AG而不是東風41 是因為東風41還沒有足夠的發射經驗 這回選擇發展比較成熟的 這一款東風31AG 是基於小步快跑的一個原則嗎 艦長怎麼看這種選擇 首先我說我倒不認為說 它是基於什麼小步快跑 因為這個火箭發射像這種導彈 戰略導彈 早期就像丟棒球 就是說你一個角度一個速度出去 你就知道它最後落到哪裡了 中間後面只要一丟出去 就沒有辦法再改變它的彈左點 但是最近的技術已經通通進步了 除了火箭推出去之外 接著它對自己的位置掌握得很好 就是北斗嘛 再接著我既然對我自己位置掌握得很好 我飛出去我就會知道 我大概也沒有打偏 它可以修正 這樣子修正上去 然後你別以為所有的這種實彈射擊 就是我們朝那裡打個東西過去嘛 你錯了 所有的演習它一定要注重安全 就是不管你打到哪裡 那裡的彈左點的狀況 你要掌握得一清二楚 不是我打那打到一般商船怎麼辦 那你萬一闖進去一個商船 誰說商船就一定要爛開 闖進去它就會暫停的 所以它整個的這個過程 這四個都是它要測試的項目 那現在這次呢 現在所有的這些技術 其實它只要一個到達這個技術 大概都到達 所以你說這個東風41 或是東風31AG這個彈 它兩個技術是差不多的 第二個這兩種飛彈 東風31是早先發展完成的嘛 2006年 那接著東風41是這個2017年 但你知道311是2006 還有有31A 還有有31AG 它兩個幾乎是都是2017年一起發展出來 所以它其實沒有什麼很大的差異 那這次為什麼選這個 我試著去分析一下 我覺得因為所有的導彈的發射 除了潛艦你給它拿開 潛艦是最令人煩惱的 它在陸基的有三種 一個是固定式的 那是最脆弱的 第二個是鐵路 你知道鐵路運在它走 鐵路 鐵道是固定的 我也很容易找到你 最麻煩的是公路 那公路路呢 你如果大卡車帶出去 就是這個彈越重 它能到的地方越少 你很重 你個彈重 車重 什麼東西 它能跑的地方就有限 那我們看東風41跟東風31的這個彈重 東風41是60噸 東風31是42噸 它輕了將近三分之一 所以它確實是少了很多人 然後這次它這樣打出去 是所有這些飛彈裡面 最令美國頭痛的 為什麼 它又能夠打這麼遠 又能夠打這麼準 然後它又比較輕 所以你在戰時的時候 陸地的三型裡面 這一型的防範的難度 超過東風41 因為東風41比較重 它就是敵方有限的 那你說東風41打得比較遠一點 你只要夠遠就好 你不要太遠 你打那麼遠幹什麼 東風31 AG也可以打1萬2 也可以打到美國本土 至於最近有些人在講 我覺得每次我看到這些東西 我都覺得很好笑 今天我看到CSIS說 中共為什麼打這一枚 為了恐嚇日本 台灣跟菲律賓 這是美國的CSIS說的 那日本昨天說 這個東西就是針對美國的 你有沒有發現這些人 都是 你知道 這個東西老大 它是對你打的 然後老大說 跟老大講 都說恐嚇別人 我覺得這些都是一些 這些國際間的陰謀 好 所以這樣帶我們看到 這個東風31的一些 它的細節 包括比較遠 可以射得比較遠 比較準 比較輕等等 大家也在看看它 那在武器的背後的戰略意圖是什麼 我們現在看到 根據日本防衛省所做的分析 他說這一次 就如同剛剛 艦長幫我們做分析的 說這一次試射洲際飛彈 就是要向美國 來展現核打擊的能力 而且同時不只是美國而已 也是要來證責 美日應要這個四方安全對話 那這一次中方的試射行動 事前其實我們來關心 真的是只通知美國而已 其他國家都沒有說 所以其他國家也做了反應 先來看到澳洲的部分 這一期要求中方必須要解釋 紐西蘭則是表示 中方舉動是不受歡迎的 令人非常的憂慮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這次試射洲際飛彈 敲山政府 除了美國也是要對四方安全對話 展開一些威嚇嗎 這一次的試射會對印太國家 日澳印帶來什麼樣的衝擊 我們請老大來帶我們看 首先這一次就說 以前過去美國一直在講 中國的洲際飛彈都是一個發射井 但是這次實際上還是一個發射車 發射車載過去 而且我不曉得 我最近我是有查證好像 但是第一個大家都知道 不是41 而是31 第二個它不是從甘肅打的 它是從海南文昌打的 它是打到玻璃西亞群島附近 我這個很可靠的一個 在一個國外的一個跟我講 那好 在這一次我們來看 其實這次真正重要的是什麼 它的態度一個很平和 通常射洲際導彈有神秘性 但是它一射一個小時 它就發言了 就講這件事 而且它就很快速地講 它不拖 而且講得很明白 講得又很 就是一個感覺 它過處你的事 但是又很明確 我們只是一個什麼樣子 可是問題是40年前 44年沒有發射了 對 44年後 所以這個震撼就絕對有 然後它又那麼平和 你要知道 因為任何在國際上 你任何軍事動作 你氣急敗壞了 就大家都懂了 所以平和就是 越必要越有信心 還有這個衝擊呢 你不是要只看一樣 戰爭不是一個武器 它這個洲際導彈洲際 你要給什麼看 最近它就傳了 轟20要出來 那轟20從以前的 它是一個戰略轟炸機 從以前3000公里到5000公里 3000公里到5000公里怎麼樣 以前澳洲只能打西部 現在可以打東部 澳洲的西部沒什麼東西 就像俄羅斯的西伯利亞一樣 沒有東西 東西進化都在東部 那印度不要講 全部被你包括了 那轟20年就可以 那你這一次的飛彈 這個1980年的時候 那個是8000公里 那這一次現在有兩個說法 一個是就說 這個11800 那另外一個說法 講到18000了 外面有這樣子說了 但是不管怎麼樣 它這個射程 比你這個5000要更大吧 那它的 所以呢 這個洲際打戰 我們可以告訴你 我的戰略範圍擴大 那麼轟20是告訴你 我的戰略能力增強 那當然 這個增強到影響到的 當然就是美國 澳大利亞 對不對 然後呢印度 然後你現在就 日本就不要話講了 對不對 那你正好 你這個四個呢 又在拜登的這個 拜登家 開那個峰會 開那個峰會 你又偷偷摸摸 說不針對中國 然後你不小心 那些麥克風走音 又轉了你專門在那個 所以就是說 整個一比較在氣勢上來講的話 我覺得說 整個在政治氣勢 在什麼上面呢 這一次就說 中國大陸是 是表現了 表現了一個沉穩了 更讓人家有一種 不寒而栗 好 用沉穩的態度 這一次確實是 不只是像美國 還是像美日應要這個 四方安全對話 都表達這種政治上面的威者力之外 剛剛李老大幫我們特別提到 這款洲際彈道飛彈 其實在1980年就曾經試射成功過 我們稍後來回顧一下 中國大陸它在洲際彈道飛彈 過去的一個演進 背後其實是建立非常多的辛苦的 先來看到是中共中央專委 早在1965年開始決定呢 要研製洲際飛彈 把它命名叫做東風五號 那這也是中國的飛彈之父前學生 他當時主持的八年四彈的最後一彈 不過東風五號的研發 他在這個文革時期曾經受過嚴重的干擾 導致前三次的飛行試驗都是失敗的 第三次是最嚴重的 他是失控直接自殺 那文革結束之後 東風五號才在1980年的5月發射成功了 也就是從這一年開始 中國大陸的洲際彈道導彈走到了第二代 第三代 從液體的推進機 到了固體的火箭推進器 也是從單彈頭到了多彈頭的分島製導 我們來看到在1980當時試射成功到 現在是44年的一個期間 現在中國大陸的洲際彈道飛彈如何走到 全世界都開始注意了 委員怎麼看 核子武器基本上 剛才我們劍南兄有提到 有各種的形式 第一種當然是比較傳統的 所謂陸基洲際導彈 第二種是空射型的 比如說中國的英級21 另外的就是淺射型的 中國有巨浪等等 我們在分析這個東西 現在比較的是陸基 陸基導彈有它比較大的一個特殊的地方 就是通常體積比較大 重量比較大 發射距離比較遠 載彈量重量也比較強一點 那為什麼會讓大家震驚呢 是跟美國比 你跟美國比如果差距太遠 大家不會震驚 如果很近甚至於贏過它 那當然大家就會震驚 所以我們就以陸基的洲際導彈 來比洲際導彈 來比洲際導彈 我們看看 美國現存的陸基的洲際導彈 只有一款 有人翻譯成民兵三號 有人翻譯成義勇兵三號 這一款已經有 在1970年代的晚期才發展出來 中國最早的洲際導彈東風五行 比它慢了整整十年 才服役 那我們來相比較一下 去年11月份 民兵三型拿出來試射 失敗 一上空就把它爆掉 今年6月 民兵三型的洲際導彈 又再拿出來試射 大家都說它試射成功了 其實沒有注意到細節 它不叫全程試射 它叫半程試射 它可以試射一萬兩千公里 可是它事實上只試射了六千公里 所以這個叫半程試射 半程試射 表示還沒有進入作戰狀態 這我們在了解這個差別 那這一次為什麼 會讓人家覺得 對中國的實力驚訝 因為我們知道 每一款洲際導彈 這維護費用好高 它必須花很大成本去維護 那你那個民兵 已經部署了那麼久了 結果你試射的時候 竟然還會失敗 而且成功力可以說不到二分之一 因為你試射的最後還是半射程 那這什麼意思呢 表示你美國在洲際彈道導彈的維修 跟保養能力不及格 簡單講是這樣 那中國對於這個東風的這個 31型的這種洲際彈道導彈的 維修也是很花力氣的 可是它一試射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一試射就成功 第二個特點是什麼 就是說它是全射程的試射 一萬兩千公里 預估大概射了一千 一萬一千五百公里 直接打到了這個大溪地島 外面的島嶼的西南邊 已經距離夏威夷很早了 因為過去都有傳說 它在1999年的時候 用電腦試算模擬 這一款東風31可不可以 打到美國的芝加哥 那試算結果成功 可是從來沒有驗證過 所以現在第一次驗證說 這一款是在2006年 開始服役的導彈到今天 還堪用 這個才會讓大家嚇到 因為武器有一個很討厭的地方 剛開始很新很好用 這個艦長很清楚 隔了一段時間 你用它的話 就這裡2266那裡3357 老是會出狀況 軍艦如此 然後導彈也是如此 可是中國的維護能力這麼強 就表示它隨時都可以在作戰狀態 那這個就是會讓大家嚇一跳的地方 所以中國這一款 還不是它的最新的 中國總共有三款洲際導彈 第一款東風五行 東風五行重量非常重 因為當時是用液態燃料的 它的重達182公噸 這個不是一個好辦法 因為你真的在試射的時候 那麼重要飛那麼遠 變數非常的多 到了東風三十一 竟然縮小到42公噸 而且飛得更遠 而且所載的這些核導彈的 所謂彈量更高 然後東風四十一有人是說 還不成所錯了 這一次試射我的判斷就是 因為它當年生產的 東風三十一數量比較大 四十一數量比較少 那當然拿比較多的出來試射 然後拿那種生產量比較少出來試射 那東風四十一 只跟東風三十一差十年 一個2006年一個2016年 時間實在非常短 那當然有這個 揭壇相義的新聞在報導說 中國大陸正在發展 東風五十一的洲際導彈 那如果說實際上已經成功的話 那這個一行跟一行之間的距離都在縮短當中 表示它的技術在進步 那有人揣測就是說 東風五十一推出的時候 會跟過去不太一樣 因為現在中國大陸在英級二十一 已經運用了所謂桑格爾彈道 桑格爾彈道的水漂彈 它根本沒辦法攔截 為什麼 因為你彈道導彈的軌道是固定的 可是桑格爾彈道是變軌的 桑格爾彈道是從潛水性彈道引伸過來 延伸過來的一種新的彈道 所以這個大陸直接擾當地採用桑格爾彈道 也是唯一一個採用桑格爾彈道 俄羅斯用變軌的 還潛水性彈道 還第一代的潛水性彈道 因為是中國的一個科學的潛水性彈道 可是後來經過俄羅斯科學家修正成為桑格爾彈道 中國就採用第二代的桑格爾彈道 那個根本沒有辦法攔截 因為雷達找不到它的正確軌道 如果英級二十一的射程 當然沒有未來的東風五十一彈的強大 所以大家會震驚說 你中國的武器進步速度怎麼這麼快 你山形裡面的距離的間隔距離比美國還要來的密集還要有效 那這樣美國要推出哨兵來取代這個民兵的洲際彈道導彈 那據說要到2043年才能夠服役 那大概東風壓倒西風來不及了 我們來關心的另外一項武器是核動力潛艦 最近出了一些問題是來自於華爾街日報的報導 9月26號引述美國的不具名官員的說法證實了 今年5月末在武昌造船場有一艘最新型的畫面上 我們看到洲際核動力潛艦在下水的時候意外沉默 華爾街日報在報導當中還特別引述了五角大廈官員說法 認為說這起意外除了涉及大陸的人員 他在訓練的水準跟裝備品質都有出狀況之外 也讓解放軍的內部控管還有說是他的中國國防工業長期腐敗問題浮上檯面了嗎 我們剛剛討論的非常多是中國才發射它的洲際彈道飛彈 這時候華爾街日報出了這樣子的一個報導 來攻擊中國國防產業時間點因為比較尷尬一些 是巨石已爆嗎這個華爾街日報還是它有抹黑的可能性 建長怎麼分析 西方世界對中國科技的這些抹黑詆毀從來沒有客氣過 因為我在海軍所以只要發生這些事就會有很多人來問我 最近兩年對中國核資潛艦也好潛艦也好 詆毀有兩大事情 第一件事是2023年8月就兩年前 美國有一個台灣叫他叫做這個軍事科技專家叫沙頓 他說在有一個洞山溝的原基潛艦在我們台海沉沒 那他的依據是什麼呢 有一個人這樣告訴他知情人士 這個一出來之後那是大使 然後當時就有人來問我 我說他的依據什麼沒有看不到 而且如果在那個沉沒一定有人去救他 也看不到 所以我認為說不是 那篇文章他當天就撤掉了 就知道他也知道他在亂講 可是我們台灣緊緊的跟隨 接著就說在南海 其實地點在南海又講 又說其實地點在黃海 然後後來我們的 我們的有一個叫國防研究所的所長 很資深的 他後來看到有一次那個 中共發佈新的那個人事命令 說他的海軍司令 灌人了 舊的司令不知道去哪 他說這就是證明那一定是 因為這個人在為這個潛艦的這個沉沒負責 他這個文章 剛寫出來的第二天 就發佈這個海軍司令晉升國防部部長 我們當時一看我說這真的是縣市報 你知不知道 你就知道這個其實整個的 這種我可以講 接著我們再來說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比較具體 他是2024年的5月29號 有個衛星空照照到那裡 做這個服務這裡有一艘潛艦在這裡 後來又隔了幾天呢 這潛艦不見了 但是出現了四個掉重的船圍在那裡 他依據這個 他說這艘船一定是沉沒了 但是他當時說出來的時候 是不是5月說的 他是7月說的 就這個事已經發生了兩個月他說的 就今年7月說的一次 媒體炒作過一陣子 但是沒有人繼續炒下去 那當時我看看 我只能說他一定出了意外 我說他出了意外就是沒有一個造船廠 四個掉車在那裡掉東西 你不知道就掉什麼東西圍在那裡 後來隔一陣子也就都沒了 現在再去看也都沒有了 所以當時我說出了意外 但是這個意外是什麼 我無法確定 你知道嗎 就是接著這一次說 剛好就在導彈一打完 所有人都知道這次導彈 讓大家都很驚訝 中國的軍力軍事量到這個地步 這時候又出來了 所以這個一出來 我就很仔細地看了所有的報道 有沒有新的市政 完全沒有 他完全是舊的那一條資訊 但是這一次講的就更指正俐俐 他已經在成了 撈起來了他的什麼東西怎麼樣 其實他沒有任何新的東西 所以你說他是一個叫做舊舊新品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出來 可能真的是針對這個 不要霸殺他們其實糟的狠 但是有沒有像他說到這麼多 這麼多的嚴重啊 對可解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是兩回事 接著我最後再講 你說這艘船為什麼在那裡 中共造景點已經造這麼多 如果是真的 我先說喔 如果是真的 為什麼會在那裡發生 如果這個船在海上航行 我告訴你不會發生 因為船上有人 官兵 他出了什麼事情喔 他們會立刻處理 可是他在造船場 記住喔 船在造船場的時候 即使是新船 或者回去維修的時候 他整個人是晚上是沒人的 因為他沒水沒電 根本沒辦法住的 所以白天工人在那施工 晚上通通下班回家 如果潛艦這種東西 有一個罰 故障 或是他該關沒有關 你知道今天早上一來 這船可能已經到水裡下去了 為什麼 整個過程沒人知道 所以在場裡的這種 發生這種意外是可能的 再以他四個調動船在那裡 我說他有意外 也是合理的推論 那在之前 因為是一艘潛艦在那裡 是不是一個合理推論過來的 我覺得也合理 但是目前的證據 沒有辦法證明 全都是這些西方專家的 這個說的話 沒有一個具體的證據 來證明他們說的是真的 好 所以或許意外是真的發生的 但是西方媒體 針對這起事件的不斷炒作 確實是真的喔 我們持續來看到其實華爾街日報 它不只是報導了這個沉默船的這件事情 它還在這一次出現在媒體視野 大家比較意外的是出現 拍到了這個叫做 洲極核動力潛艦 那提到這個新型潛艦的特色 是看到它的尾部 是X型的一個設計 過去談到解放軍海軍第四代核潛艦 最新的都是這種磁流體推進方式的 097型情極核潛艦 就是因為它是大家沒有見過的 所以大家說 這個是意外曝光一個新型號嗎 那如果是的話 中國是不是在發展核潛艦上面 確實是非常的低調 李老大怎麼看 本來中國在這個軍武方面 就是說我們會知道 就是說它在這個核動力潛艦 它是比較弱的 這個是事實 但是中國也知道哪裡弱 它就會努力 它努力也是一個事實 就是 那麼華爾街日報 因為中國的洲際飛彈 讓大家震驚嘛 它也要稍微鼓舞一下自己的士氣 滅滅中國的威風嘛 所以就把這件事情拿來報一下 拿來報一下 但是我們整體來看的話 就說整個大家注意到 中國的整個情況 就說這也是整個很多國際 對中國軍事評論 我把它整理一下 第一個說中國在20年前習慣長濁 就是有些毛病會長不講 但是現在是長風 厲害的不講 這是第一個 就中國的一個變化 因為它慢慢懂了 拿到訣竅 第二個就是我們講說 中國以前講繞道超車 其實中國現在是換道超車 所以它有些東西它是新的 不是你傳統 傳統我都跟不上你嘛 所以你看中國最差 就是100多年的技術 蒸汽機這個東西 馬特就發生這東西 中國多100多年沒辦法 但是新的東西 中國是可以趕上你的 所以它這個在新的 所以你就像這個 你就像紅20 紅20也沒什麼一個 但是你就知道 它有什麼 它有一個等離子體 隱形技術 是別的沒有的 它會弄一個等離子雲 你看它的等離子雲 等它一動了已經不見了 這是它的隱形 它的隱形不是普通 塗上油漆的地雲 它就有這個技術 那麼你想像這個 這個福建號航母 它是彈射 可是它的彈射 它的彈射 它的彈射採用 不管是電啊是什麼東西 它跟你美國的那個彈射不一樣 所以這就是它的一個這個 繞道超車 對 所以在這個方面來講 就是說整個 整個中國 那中國在過去來講的話 可以講20多年前就說 沒有錯 它20多年前在軍中 要腐敗的問題是比較那個 但是我們講 在一二十年代 它是有完全 它是有完全 它不能說它已經完全沒有這個腐敗了 但是它最起碼它這個改革 還有最重要就是說 整個軍人的一個 軍人的一個士氣跟榮譽心 這個出來 這個是我們必須要 我們必須要注意 還有它很多優秀的人才 理工的人才 很多輩的 它是等著理工很優秀 它去讀軍校的 不是像我們先招一些高中去讀軍校 最後把你一直摘到讀這個讀那個 它不是它這個了 那這一點的話 就是說 我也說 不是說 暢摘台灣 那個暢紅大陸了 我的一個感覺就是說 不管我們將來是怎麼樣 我們自己要自強 從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 這一節我們來關心的是 中國大陸現在呢 為求穩住今年GDP的這個目標 它希望能夠達到5%的一個目標 然後現在也開始不斷的來救市 針對股市還有針對他們的GDP 近期官方也祭出了許多的救市政策 我們來看到是中共總書記 習近平主持的這一場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 它在裡面特別做了一個表態 要努力的提振當地的資本市場 所以我們今天環球大戰線節目 要來深入的分析 這一次到底具體端出了哪一些政策工具 我們把它歸類成一共三點 第一點先帶觀眾朋友來看到 是大力的引導了中長期資金 希望能夠入市來打通在社保保險 跟理財上面的一個據點 再來要發行使用的是超長期的 特別國債跟地方的政府專項債 最後是要來推動在民間的經濟消費了 推動這個民營經濟促進法 以及放寬外資在這邊的捲入政策 這個三個層面來看是要大力的 往市場來努力輸寫 但是又跟西方所謂的這一些量化寬鬆政策 有著不同的地方 我們先來請委員帶我們看 怎麼評論這樣子的政策力道 跟接下來您預期這個效果到底好不好 有沒有這麼容易啊 委員 中國大陸的金融市場或資本市場 這一塊從溫交寶開始 就化歸為國務院總理的管轄範圍 他們國家主席跟總書記管不到這一塊 然後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李克強當年國務總理的時候 所任命的央行的這個負責人 我也不客氣講 真的犯了很多的錯誤 所以造成後來一連串的結果 我是從這個李克強還沒有卸任之前 我一直在批評這個事情 怎麼看就是不對 但是到了習近平主席新的任期以後 就成立了中央金融工作會議 把原來屬於國務院總理的職權 拿到黨中央來管 而推出新的央行的管理人潘公勝 潘公勝第一個時間出手了 我說這個才真正的專家 我跟各位講 金融市場這一塊 不要看外面那什麼媒體亂講一通 他有一個像醫學那種外科醫師的那種訓練過程 是一個很特殊的一個行業 很多人不懂 以為隨便派個資深黨的負責人來就可以管 你有沒有搞醜啊對不對 所以老師會被外資吃得死死的吧 潘公勝一上來我暫時不管 雖然大家講說不走什麼量化寬鬆的策略 我跟各位講潘公勝創造一個中國式的量化寬鬆 什麼叫中國式的量化寬鬆 你看他有在創設證券基金保險公司叫互換便利 這個翻譯不好啦 可是是英文翻譯叫swap facility 便利隨香港人 香港人把便利翻成便利 是這樣來的 因為全世界都毫不例外 大部分都法律限制 中央銀行不可以把錢給非金融機構 就是非銀行機構 那證券基金保險公司當然不是銀行機構 所以不能用錢給他們 就要創成一個中國版的量化寬鬆 他說你現在證券公司基金保險公司 你手上有太多的股票跌得很慘賣不掉 然後賣也賠 那怎麼辦呢 他說你就拿到央行來 央行改當股票的當鋪 你把股票通通拿給我 然後我不能借錢給你 也不能花錢給你買 那怎麼辦呢 他創的一個全世界第一招 那我就把政府公債給你換 你拿多少來我政府公債換給你 那問題就來了 第一個變成很多的股票鎖在央行裡面 第二個 很多政府公債就流到了這些非純銀行機構裡面 這非純銀行機構很容易把政府公債拿去銀行變現 就拿到現金 所以現金又可以進入股票市場裡面去買新的股票 就解決了中國股票市場一個很嚴重的結構問題 以前我跟他們講他們都不相信 聽不懂 然後怎麼說呢 就是中國的股票市場為什麼長期下跌 沒有北的原因不是什麼大家看不好中國的前途 什麼大家怎麼樣那都亂講一通也不 很多人被唱衰中國亂講一通 他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歷年來 中國的大型股不斷的上市 台灣能夠有個幾億上市不錯 動不動就百億千億的股票在上市 可是你購買的資金卻沒有相對的放大 比如剛才這個政策說社保什麼一大堆 就不能去買股票限制了一大堆 然後再加上中美鬥爭的關係 很多資金就往外流 那美元的利息拉高 資金也往外流 所以資金不斷的退潮 然後股票發行量還是那麼多 所以供給過多 這個需求太少 股票價格當然一路往下滑 那現在他這一招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把股票拿去鎖在央媽手上 然後把債券拿出來外面變現 可以再增加資金流入股市 所以你可以看為什麼他這一招 所謂互換便利出來 香港、深圳、上海股市 三個股市齊升上漲 然後原來沒有人買的地產股 像在福建地區很有名的保隆地產 硬升漲多少 就漲了25% 一天漲25% 那還有廣東的月圓地產股 一天漲150% 那是要套誇張 沒辦法 你會覺得很奇怪 沒有就是這個政策 那每個眼睛盯著 你當然拿什麼股票去鎖起來 所以這個一方面鎖馬 一方面增加資金 所以我說潘工聖 可以得到諾貝爾獎這種水平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創意 去解決一個長期難的難題 那其他的銀行當然更不用講 就是說你銀行拿來 我央媽可以直接借錢給你 然後降低存款準備率 讓銀行有更多的資金 不會鎖在這個央行裡面 大家一直在唱衰中國 因為他們都看不懂統計數字 我跟大家解釋 中國在經濟結構 有個很好的地方 有個很糟糕的地方 好好在哪裡 它的存款數量 M2我們叫貨幣公平 M2就是存款數字 就是一年期左右存款數字 它的總金換算成美金的話 就用當時的匯率7.5來算 或者7.2也好來算 它是誰的數字呢 它是美國加歐洲兩個地方 加起來的總數 那表示什麼 中國老百姓有錢 不花整天放在存款裡面 存利息 這個會造成什麼現象 造成說 但銀行也只能更保守了 去買一些政府公債 然後給老百姓很低的利率 那表示說 中國的資本利用率的報酬率太低 而且在數字上也證實如此 在10年前的話 中國的資金報酬率都高達8% 現在掉到5% 為什麼 就是你大量的資金守在銀行裡面 銀行又不曉得該怎麼辦 因為銀行也不能隨便投資股市 反正你錢守住了 你明明有很多錢 守住了 然後真的要投資要幹嘛 你根本不用依賴外資 外資是給你技術比較實際 你不缺資金 可是問題來了 銀行不是投資機構 只有證券公司才是投資機構 所以就是會造成中國最近的 固定投資的速度減緩 那錢都放在銀行裡面 這個資產的配置絕對是錯誤的 因為就一個國家的眼光 從個人眼光 我的存款越多越好 那這國家的眼光來講說 你都守在那邊都沒有用了嘛 就會走出一個西班牙病 什麼西班牙病呢 歷史上很有名的經濟學案例 就西班牙在南美洲挖到很多銀礦 那這些貴族們從銀礦裡面就賺了很多錢 可是他們不去做投資 他幹什麼事呢 他就放在什麼 放貸給荷蘭的銀行 所以錢都存在荷蘭的銀行 那自己就整天吃喝玩樂 什麼事都不做 那荷蘭就把這個銀行的錢 借出來去造船變成荷蘭的新時代 然後還借給法國去發展工業 借給英國去發展紡織業 然後變成英國越來越大 反正說你存款除款起來 你沒有在製造業 在服務業上 在貨運業 在造船業去發展的話 你就會造成什麼 你在養老是不是 整個國家在養老是不是 那中國就犯了這個西班牙病 現在全面解套 所以我講說 中國要解決目前的經濟的問題 它的問題比起其他國家已經好很多了 不像美國歐洲那樣千倉百孔 它只有一兩個大洞而已 就房地產 所以房地產跟股市這兩個解決 就會產生很強大的財務效果 什麼財務效果呢 就是你的財務變成一個生產資金的動力 變成一個發動機的燃油 那整個車這樣就會前進 在這樣的一個狀況裡面 處理的方向要方沒有別的 就是什麼降息鬆綁開放 那它目前也開始往這個方向走 而且在這個李強跟潘公盛 兩個人創造這些東西的話 這很好 那至於這個 那個胡祖六先生他講的說 居民消費是最重要的指標 這一點我同意一部分 為什麼同意一部分 因為中國大陸GDP裡面 民間的消費佔不到四成 然後美國佔了六成五 那當然歐洲更誇張佔了快七成 花費太多不是好事 表示你儲蓄太少 但相對的你儲蓄那麼多都放在銀行存款 這也不是辦法 你要嘛消費 你要嘛 怎麼拿出來投資 可是中國大陸的房地產問題 在2020年處理不當 我一再講就是處理不當 不要怪別人 你處理不當就造成 老百姓大部分的錢都鎖在房地產裡面 而且他的預收制度是錯的 什麼錯的 台灣的預收制度不是說比較好 但是正確的 就是說我預收 我等到拿到全壯了以後 貸款才我承擔 可是大陸不是耶 只要簽約還在蓋的房子 貸款就換成是你的 就房子沒有蓋好 你還要付貸款 那你現在大陸上出現房子 一到這邊沒蓋好 建商跑路了 建商發現說他不用承擔貸款 他就什麼樣 他就把錢收一收拿去買白的地 就槓桿作用無限擴大 銀行又不管 央行又不管 這是央行不管的結果 才造成今天的結果 然後現在大家被那個房貸 壓得喘不夠氣來 又拿不到房子來住 所以又要付一袋的租金 所以雙重負擔 整個國家的消費力當然會衰退 好 我原剛在我們看到非常特別 這個是中國版本的量化政策 有別於西方這種政策 是政府用公債來換股 拉抬了整個股市之外 也讓市場的資金變活絡 在這個房地產市場來說 也相對會有比較多的資金 之外我們來看到是消費市場 剛剛委員也提到了 胡祖六 在這個消費市場的部分 因為我們看到建南哥常常走 走返兩岸 您如何看目前的消費狀況 中國大陸第一個就是三年疫情 三年疫情的話呢 有很多東西是不敢消費的 比如餐廳人家不去的 餐廳就關門了 然後大家那個時候有一些地方工作 當然有些做外賣做什麼 可能那個時候還反而好了 不一定 但大多數的話 它呢都是都是 就比較開始省著用 不敢亂花 不敢亂花就是比較少消費嘛 比較少消費 那這個疫情結束了以後呢 這一年呢又整個變 就像一個房貸啊 什麼東西啊 那個房子啊 自銷啊 這些弄 但是它有些新產業 那新產業你說那個電動汽車啊 那個光伏啊那些東西啊 那就變成換了 那換了呢 有些打到新的 它可以 舊著它不行 或者它在這個轉變 所以這個時候 它錢就更不敢用 那看起來 這好像是經濟重要的原因 但是這個 那個蔡委員 他到底是專家了 對 他就講中國消費是占的不大 對 你政府的錢怎麼去用 嗯 你有這麼龐大的錢 你怎麼去用 因為中國很多事情 跟全世界不一樣 三十多年 蘇聯經濟在惡化的時候 蘇聯人是排隊買馬鈴薯啊 中國那個時候是走後門買電視啊 很有錢嘛 那實際上 對不對 那個時候說人家說 中國會不會像蘇聯一樣接 你說不會啦 對不對 你不會 那現在這個情形下就是說 中國你說也有叫 哎呀哭啊哭啊哭啊有叫 但是你去看他 他整個 整個放假 他出去玩的還是很多 啊 當然他消費有開始改革 他 至於他不買外國品 買中國品啊 另外一個是這個愛國新的關係 明如意識的那個精神有加強 他會有點 我為什麼 而且他反差 他覺得您好處 每天老要拿LV包 那種人就是沒有信心 沒有文化信心 那現在看中國品牌也不錯啊 中國奧運也得獎啊 他是有這個 但是中國就變成一個就是說 你的經濟活力 你的金融動力 然後你這個國家的政策要對 你政策對怎麼走 那前一陣子就是中美金融對抗 所以美國現在開始降息了 不管降多少 他開始呢 就等於有點鬆嘛 對 所以中國這個在金融政策抓對的話 那是很快就會恢復起來 是 謝謝李老大 好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好 這一節我們來關心的是俄乌戰爭 現在最新戰況 眼看10月份就要到了 現在普丁呢 之前不是要求過嗎 說俄軍得在10月份之前 我們要奪回庫斯克地區 正式的現在時間已經進入倒數了 根據了解現在來關心的是 俄軍他在庫斯克平均一天 現在投下1300枚左右的 航空炸彈之外 還會發射大約達到 45000枚的炮彈 是目前烏軍每日能夠反擊數量 達到他的三倍了 另外我們看到俄軍還宣稱 已經奪下了烏克蘭東部的 盾內茨克州城鎮烏克蘭斯克 這邊是俄軍非常重要的一個重要戰果 是根據俄軍的說法 俄軍還要求烏軍呢 從當地你要從盧干斯克州 還有加坡羅勒州撤軍 來為接下來和平談判要做準備 我們請艦長來帶我們看到 第一線的俄烏戰場最新狀況 剛剛講的烏克蘭斯克 現在被俄軍說已經控制住了 烏軍的重要補給線等於被拿下來了 接下來還有秋冬即將到來了 10月份烏軍會不會來做一個奮力一搏 接下來還有美國的總統大選等等 首先所有的軍事是服務於政治 所以戰場怎麼打怎麼變化 你一定要了解背後的他的政治的環境 那我就來講這次 澤倫斯基最近不是在美國嗎 接著你看他幾個報導 澤倫斯基批評川普 他說這位78歲的共和黨這個老人 並非真的知道如何終結這場戰爭 他在批評川普 你真的知道他這麼大年紀了 川普聽到當然很生氣 川普就講他 你每次來就是來我們美國要錢 可能你是地表最偉大的推銷員 你現在還剩下什麼呢 整個國家都被你徹底摧毀了 你看這兩個人的講話 所以你要知道 現在澤倫斯基包含俄國 他一直在想川普會不會當選 如果川普當選 我們幾乎可以說這場戰爭也就要結束了 川普會支持烏克蘭 你就聽他講話就知道幾乎不可能的 好 那接著他到底會不會當選呢 你聽國內有好多專家講 那可能大家 你每天聽的都不太一樣 明天那個民調要什麼變了 今天登出一個新聞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今天是誰的呢 是英國的美日郵報 他們有一個專門的研究的小組 他今天得到的預測 這是今天登出來的 他預測這一次的選舉 那這些人是太專家了 整個郵報的這些專家說 川普會得287票 賀錦麗會得251票 他的預測是川普會勝選 那你如果你是俄國也好 你是這個澤倫斯基烏克蘭也好 你認為如果你認為說是 川普會勝選 這個戰爭是不是這次就要結束了呢 接著你再來看看 川普的整個的這個人 對這個世界戰爭的這種 他的這種認知是什麼 第一個 他在任四年 他順利化解美朝衝突 那時候吵到我兄啊 他還跟金正恩三次的峰會 第二個 他和阿富汗簽了一個撤軍協議 阿富汗是在他手上的 撤當然是在後面撤 但是是他簽的 第三個 他持續要求啊 所有的這個全國美軍 在全世界各地的要撤回去 你去看他的一個叫做 一速即發的那個國務部長講 就我看了過程我才發現 哇他這個人是多麼的渴望 從全世界撤軍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 在他任內他沒有發動一場戰爭 他沒有發動 他所參與的都是持續原來在做的 所以你可不可以肯定的講 如果川普當選 現在英國倫敦時報 那個金融時報說他會 11月5號選完 這個就要結束了 如果在那時候要結束 現在大家要做什麼事你知道 無論是俄羅斯也好 那個烏克蘭也好 他們要拼了命的在這一個月的時間 還有40天 打到一個好的談判的條件 所以現在雙方都在拼全力 因為在40天之後可能就要結束了 好這一場戰爭 我們持續來關心請教委員 就是說現在其實 澤倫斯基也和拜登見上面了 那拜登同意要提供80億美元 其中有24億美元的這個武器 還不會這麼快的來 他是不是說還要再採購啊 不會是來自美國的軍方的這個庫存 然後他也說了 不會給美制武器的遠程武器 來打俄羅斯境內 是怕自己被牽連嗎 這是第一個問題 再來第二個就是 這個烏克蘭斯克被拿下來 如何影響戰局 烏克蘭斯克其實在這個烏東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據點 因為過去八年來 這個為了打烏東戰爭 烏克蘭政府在烏東 做了各種大大小小的堡壘跟補級中心 然後這個烏克蘭斯克 就是烏克蘭名字 後面再加一個好斯克 這個小城鎮 本來就是一個堡壘城鎮 作為一個烏克蘭政府 控制烏東的一個很重要的據點 然後被打下來的話 就已經是打開了整個烏東的一個 補級中心的攻勢 也就是說 俄羅斯在冬天應該可以攻下紅軍城 跟其他比較靠地內博物 幾個重要的補級中心 那如果幾個補級中心被攻下來的話 整個還留在烏東跟庫斯克的這些烏克蘭軍隊 他沒有辦法過冬天 他會彈盡元節 有點像當年的德軍一樣的狀況 我們知道 軍人最怕的就是沒有彈藥 沒有糧食 沒有飲水 你再強的軍隊都沒辦法作戰 現在烏克蘭開始有這個問題了 又叫庫斯克的守軍 他的攻擊動能不斷的在減少 什麼攻擊動能呢 就是說你一天可以打多少炮彈 數目在衰退當中 一天可以開啟發子彈也在當中 表示上期已經交代說 開始分配彈藥 省著點用 這個姿態已經很明顯了 我是覺得 這個哲倫斯基怎麼會把這個戰爭指揮成這樣的 實在是一個很不盡責的總統 那現在拜登給他80億 80億就算說你扣掉24億 好吧 那你還有將近所謂的56億 你56億其實也是從美軍的軍品 或者是軍火箱的倉庫裡面搬 他不是新品 那你去搬這些東西 對烏克蘭有多大的幫助 他說不包含烏克蘭所要的遠程武器 因為裡面卡著一個 要不要跟普丁來賭一場核子武器大戰 普丁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任何一個 他注意到有核子武器的國家 提供給烏克蘭長城武器 打到我的領土 視同你們聯合作戰 我就動用核子武器打擊這個 擁有核子武器的國家 那就是美國 可能是英國 也有可能是英國 像法國跟德國都跑得遠遠 只剩下英國跟美國 可是這裡面還包括什麼 包括在波蘭的美軍基地 對 那這一點就會把事情搞得太複雜 我認為拜登已經快卸任了 他沒有理由 這個打把年紀快卸任了 還去跟普丁賭這個不可預測的 舉個例子 他用戰術核子導彈 就直接攻擊波蘭的美軍基地 你要不要回擊 你回擊用常規的武器 你就一點用處都沒有 那你用核子武器 你要能打他哪裡呢 就變成一個很嚴重很難做的決定 你一打的話 他就你打他一顆 他來個兩顆 因為戰術核子武器的數量 整個美國加歐洲只有兩百顆 可是整個俄羅斯有兩千顆 你要不要跟他賭 所以你這個等於是卷進去 到時候非打什麼 非打這個戰略核子武器不可 那打戰略核子武器的話 紐約 芝加哥 聖彼得堡等等 都可能一下子毀一旦 包括倫敦毀一旦 那當然我半開玩笑 最開心的是什麼 德國跟法國還有中國 對不對 可是我們當然不願意 這種人類的悲劇產生 所以拜登在這裡面已經明顯撤退了 那拜登一撤退 歐洲國家誰敢跑到前面去 就沒了 所以哲倫斯基 他為他自己的錯誤 必須承擔起完全的責任 好 我們看到拜登看起來已經撤退 那接下來27號 就是我們會帶觀眾朋友持續關心的是 哲倫斯基會跟川普見面 能不能改變一些些的戰局 其實在正式的跟拜登見面之前 我們看到哲倫斯基22日 曾經到訪拜登的出生地 也是這一次大選的兵家必爭之地 也就是賓州的這個地方史克蘭頓 當地有一個彈藥工廠 是專門為烏克蘭生產彈藥的 那哲倫斯基還在這個彈藥上面 我們畫面上看到他在這邊做一個簽名 那針對這個事件 我們看到美國的聯邦眾議員 強身他就痛疲說 要哲倫斯基你要把你的這個 駐美大使外交官給開除 這個行程根本就是一個政治噱頭 我們請李老大來帶我們看 這個行為是否引爆哪一些政治上面的爭議 歐歐戰爭會已經看起來成為 美國大選的宣傳工具嗎 其實這個哲倫斯基兩年前到美國 跟現在到美國差很多了 2000年那個是大家認為 他自己都認為自己是歐洲救世主了 那現在他變成是歐洲的一個麻煩 那他前一陣子他提出一個勝利計劃 那勝利計劃說美國同意 那大家知道這個勝利計劃 他可能要走險旗嘛 但俄羅斯也很聰明嘛 所以俄羅斯立刻就像剛剛蔡委員講的嘛 他就跟你講你動 你或者你到沒有核子武器的國家 跟你核子武器的國家動 我就幹你 那歐洲這些國家是又希望烏克蘭再增下去 但是又怕自己涉入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那當然就這個選舉會有影響嘛 但是你要知道這個選舉 一個日本今天選首相嘛 一個日本選首相跟這個美國選總統啊 那不是看民調統計 是看民調分析 因為他不是光是民調來 所以現在就說 你並不是說你川普就輸 而且你這個時候去參加那個工廠 那美國有很多人也不見得需要那個 美國人只要不惹以色列 你烏克蘭那個人沒什麼關係了 所以候選人 候選人還是會要把你那個調的 所以他這個時候到那邊去做這個的話 當然他是想說對選舉有點那個 當然開票如果這個州贏了 那他的功勞 如果輸了他就被罵死了 不過這個對整個大局來講 影響不大 不過話又說回來 他不能來這樣子 來這個製造一點新聞 來在國內稍微安定一下民進 他能怎麼辦呢 現在前面不 他只能隱瞞很多事啊 對不對 那就像他打你到那個康斯克 你現在要把最金的調過去 他現在整個南部 南部北部這個都不管要 就把這個地方能夠撐久一點 表示俄羅斯站的地方還撐久一點吧 但是就像你講呢 你可以人派過去 烏克蘭的部隊真的我覺得很佩服的 他們還是很愛國滿勇敢的 但是你沒有糧食沒有帶藥 你叫他怎麼辦 對不對 我補充 我補充一句 其實這個的發展你去看一下 無論是對俄烏或是對尹巴 這戰爭都在擴大 這個擴大 我們在隔這麼遠看見到 你要去想想 它對我們有什麼影響 它對中國是好的 對大陸 因為美中競爭嘛 美國就會越來越忙 這兩個都會把美國拖住 所以對中國大陸 是一個好的發展 中國大陸好的發展 對台灣是發展的 學習嗎 從這個發展 我們一起去看 這是吧 我們會看